美国各大航空公司以及航空工会4月11日致信拜登政府暂停批准中美直航航班 原因是中国航空公司仍然飞越俄罗斯领空 缩短航班时间来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在这封至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的信中写道 中国航空公司通过继续进入俄罗斯领空而获得的优势 而美国航空公司在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初 就停止飞越俄罗斯领空信中呼吁暂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额外客运航班 直到美国工人和企业得到保障 在市场上享有平等的准入权 不受现行有害的反竞争政策的影响除此以外 美国众议院在另一封信中 也敦促拜登政府不要批准更多的中美直航航班 除非中国航空公司遵守现有的双边协议 美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4月11日表示 白宫12日将发送电邮通知给27.7万名借款人 说明累计74亿美元学贷已经获得豁免 据统计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共计为将近430万民众豁免总额高达1530亿美元学贷 在本轮获得学贷纾困的民众里 20万6800人登记参加有价值教育储蓄计划 学贷偿还方案 根据规定借款人依照收入 家庭人数规模每个月偿还学贷 借款额度若在12000美元以下 按月偿还学贷借满10年后 余额就能获得免除 偿还学贷已达20年或25年的65700名借款人 将透过以收入为基准还款方式的临时豁免条款 让尚未较轻的余额获得免除 另外4600名借款人为公务员 适用公共服务贷款免除计划规定 在政府机关或非盈利机构服务10年 学贷余额即可豁免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中国工信部指示该国电信运营商 在2027年前逐步淘汰 作为其网络核心部件的美国芯片 知情人士还透露 中国监管机构命令国有移动运营商 检查其网络中非国产半导体的使用情况 并起草更换时间表 知情人士分析认为 中国政府之所以开始推动 替换电信系统的美国芯片 部分原因是中国国产芯片的质量提高了 性能也更加稳定 有分析称 这一行动对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公司的打击最大 因为这两家芯片制造商 近年来为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的网络设备 提供了大部分核心处理器 经过数月的审查 欧盟药品监管机构 欧洲药品管理局4月12日宣布 自杀倾向或念头 与诺和诺德所销售的斯美格鲁泰等减肥药之间没有联系 根据该机构的调查 和接受药物治疗的超重和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电子健康记录 最终的结果不支持使用GLPE受体机动剂 与这种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 早在2023年7月 伊玛对于斯美格鲁泰和利拉鲁泰有关的导致自杀念头和自残报告展开了调查 这两种药物分别是诺和诺德旗下的畅销减肥神药 Vegvi、Ozampic和Saxander的主要活性成分 后来该调查扩大到减肥药市场上的其他GLPE受体机动剂 如李莱旗下的重磅糖尿病治疗药物Trulist 塞诺菲旗下的Selica和阿斯利康旗下的Bidurin 根据最新的发现 欧洲药品管理局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表示 制药商们不需要更新产品信息来反映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